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知道这些过程 赛后如暴风雨袭来的舆论压力 对于任何球员来说 都会是巨大的打击 更何况为是好只不过是一个中朝二年级生 他赛后没有发声 选择沉默 因为如果他发声的话 肯定又会成为球迷发泄缘分的另一个聚集地 那个乌龙让人觉得有些愤怡所思 清静还人一下 当时申化进攻 杀到国安禁区内 国外几个防守球员都没有将球处理掉 莫雷诺在球门正前方过掉了姜涛 即将打门 为是好从边缝位置上回房的禁区内 必须抢在莫雷诺之前将球解决掉 他瞬间做出的选择是 将球踢到莫雷诺身上 但脚法没有控制好 皮球的确打到了莫雷诺的脚上 但却弹向了球门 当晚回到酒店 为是好反复看了几遍那个球的视频 由于自己的乌龙球导致丢掉胜利 为是好比所有人都更加懊恼 他的三后第一时间向全对道了歉 为是好在国安的微信群里写了一段话 对不起大家 到手的三分变成了一分 对不起所有人的努力 身边的战友对于为是好都是宽容的 他们知道这个时候 为是好最需要的是鼓励和安慰 队里的老大哥 几个外员 独来安慰为是好 主教练是密策像一个家长一样 在三后新闻发布会上说 为是好也是想铁为 但是在解围时没踢正部位 有时乌龙球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进了 他本人没有问题 希望大家能够宽容 在后第二天 球队回到北京 施密特又和为是好有一次沟通 认为为是好在有限的出场时间里都表现得不错 所有人都能够看到他的拼劲和努力 现在你需要的是把头抬起来 提好接下来的比赛 施密特对为是好说 国安俱乐部官方微博也在第二天发文鼓励为是好 写道 希望他能够振作精神 在日后的比赛中继续向前看 让我们给予他足够的宽容 等待他又出色表现弥补失误的那一天 为是好第二天在微信朋友圈里发了一首张正月的很难 或许正是他目前心情的写照 因为一个失误而招致舆论风波 导致职业生涯转折的球员实在太多 国安就有好几个这样的例子 为是好需要更强大的内心 现在就为是好加盟国安选了7号 这个号码几乎是国安最沉重的号码 有着太多故事和历史 希望雷士豪能够尽快过了这一关 呈现一个更好的国安机号 更多赛事资讯 请浏览足球大赢家